歡迎收看阿蘇的事業評論 我是Thomas 今天講講一個題目就是講講原來美國 都是在上演這個中國故事的 這個故事是來自哪裡呢? 首先是來自中國的汽車 汽車的競爭現在又去到一個很高的高度 有人形容是一個巴別塔 巴別塔就是一個巴比倫的神話 就說起到一個天那麼高 差不多就可以接觸到上帝 因此這個塔就應該不能夠再存在了 於是歐美國家的合力是要將天搬走 因為它是拆不了美國 就是拆不了中國這個汽車產業的巴別塔 於是什麼叫搬了一個天呢? 什麼叫做零排放啊 什麼叫做環保呢? 西方都不認賬了 所有人都認為中國的汽車是不公平競爭 就令他們沒辦法進行燃油汽車的所謂過渡 於是他們不玩了 開始就繼續做他們的所謂的燃油汽車 這個零排放呢 原來是一個局 這個什麼局呢? 原來《史記》有一段歷史故事 有一段中國故事都在說 當時是秦國和韓國 韓秦之間是有地緣政治的緊張 因為韓國就很接近秦國 秦國就很強 但是因為韓國真的叫做 好像躺在一隻老虎隔離 於是想一下這個計劃可以叫做 可以海海秦國 起碼可以舒緩到一些地緣政治的壓力 於是當時那個叫秦環慧王 這個秦行慧王就想了一條計劃 派遣當時著名的水利工程專家鄭國 做間諜 這個間諜是很奇怪的 不是好像零七千事邦 他就極力去游衰 秦國在這個敬水和落水之間 做了一條很大的灌溉管道 大概這個位置就是希望 當時秦國的地形是不太優越 缺乏了水源去灌溉 所以他們的農耕就是不豐富的 但是聽說如果可以做一條這麼大的灌溉渠道 就需要很大的工程 很花費的 這個鄭國師所為間諜就是要點一條黑路去走 就是說你用盡自己的角力去做這個 開作灌溉的大渠 你秦國就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去向秦國施壓 甚至無可能一個搞不定的話 秦國的角力就消退了 反而我們可能是韓國 可能會出來力壓 這個秦國也沒有頂 這就是一個假設 用了十年時間 不斷開作 其實這個選號國家的力量是相當大的 我們先不要說這件事 說一下十年前 中國也是類似西方的一個設計 你覺得中國很強 十年前已經是超越了日本成為第二大的經濟體 沒多久也都成為了全球最大的工業製造國 西方開始憂慮了 開始想一條真是好像 韓國那個的 間諜計 設計一個可以拖垮中國 或者甚至消耗中國國力的一個計劃 這個什麼計劃呢 就是2010年開始 在國際場合方面 這些西方的發達國家 包括法國、德國、英國 分別就是在國際會議提到全球氣候變化很危險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再不向這個排放做限制的話 將來海水會上升 地球的懸彈 或者描述到 這個世界需要馬上零排放 所以美西方已經將他們的工業化 已經轉移到其他地方 他們本身就可能做的工業 排放量已經不大了 尤其是美國 就是服務業為主 這些發展中的國家 尤其是中國 你真的要當時 做工廠真的有很多煙 很多煙通 很多黑煙 出來 好了 整個債務交給你 甚至沒有人說 那些汽車 我們都要改了 不要再做燃油汽車了 於是我們一起改了 中國就好啊 一起改了 於是製造了一個很進取的計劃 就是2050年零排放 很多人都說中國這件事 就是假大空 根本就 似乎是說謊話 不過就看不到中國是會放輕腳步的 他就盡力向這個新能源發展 說回秦皇的故事 就是 鄭國他的故事 這位鄭國這位工程師 後來其實被人揭發了他的身份是間諜的 幾乎就抓他去行刑的 不過呢 這位鄭國很會說話 他說 其實我沒有腦點你 沒有點錯你的 你何不相計就計 反正你秦國最大的弱點就是 你的經濟是欠缺了六更的優勢 沒有水嘛 作一條渠給你 這個問題呢 於是就用了十年時間 有十萬個 百星 去做這個漏洞 因為 初初大家都很辛苦 很抱怨的 但是你搞了水利之後 你經濟民生就上來了 於是 秦國解決了最大的問題之後 就行了 當時你曾在揭發鄭國 其實他可能是 要點一條黑路去走的時候 再想清楚 經過鄭國那個的 說法 看自己的辯護的時候 想想都對 何不章計就計 反正他都需要 秦國都需要 是真的要搞水利的 正好現在鄭國這個優秀的 水利工程師來到 那就好了 用十年時間 就做好工程 十年時間 做得成功 而且改善到秦國那個 農業經濟 就是他開始的流程 搞定了 於是也有 經濟高的實力 下一步 這個就開始向外擴張 因為 秦國有四萬多勁的 荒田 變成糧田 無緣無故就加倍了 即是國就加倍了 這個叫 這條叫鄭國渠 就是以鄭國這個工程師來開創 這個叫鄭國渠 變成了強秦的一個 很重要的關鍵 也是往後是統一六國的基礎 現在中國擁有自主開發的電動汽車的生產技術和設備 整個新大圈 中國掌握了 尤其是有大量的 電動汽車的專利 有大量的電動汽車 也要向很多發達國家 譬如日本、韓國、美國 繳納很多知識產的費用 現在的汽車就不是 汽車的專利優勢在中國那邊 我們也不需要花錢去買外國的專利 不需要花錢 那你的車就做得很便宜 加上市場規模 因為有生產規模 中國年產 產銷量 就是3000萬兩 這個規模 足以養大好 整個汽車產業 於是越來越便宜 性價比越來越高 相對來說 美西方國家 就像當年的六國 對於秦國一樣 這六國根本就 阻擋不了秦國的優勢 中國連續20年是全球第一大的 汽車生產國 和最大的新車市場 連續10年汽車的產銷量 是 多大呢 是整個南北美洲之和 就是說整個美洲加上 南美洲 包括中美洲 他賣的車 他生產的車 都不及中國 很厲害 那麼現在 美國似乎是處於一個下風 那麼其實 中國還有其他的優勢 也都可以出口 南方國家 那就是說 你在歐美不買中國的車 其實中國都 可以有其他銷路 其實例如 俄羅斯也是 那也是成為一個很大的市場 那麼現在蘋果退出了電動汽車市場 特斯拉也是面對最強壯的對手 比亞迪 那麼 在汽車方面 就變成他們 開始是 有退卻的跡象 但是他們又會 搞另外一個 中國故事 剛才說的中國故事 就是鄭國渠 希望中國 用這個環保 用這個零排貨 希望中國 將他的角力 是消耗了一個叫做 無謂的地方 誰知道中國就利用這一次機會 就是 提升他的產業 好像秦國一樣 將計就計 反而成就了秦國各的強性 那麼這個故事 就是 美西方 就是叫做 叫做搬自己的石頭 搬石頭蓋自己的腳的一個 中國故事 那麼第二個中國故事 其實是挺搞笑的 就是 學這個叫雙管的 學這個叫 管仲的雙戰 當時春秋時代 齊國有一個上國 就是叫管仲 管仲很厲害的 原來他是一個的 國際貿易專家 那麼他當時就用這個 國際市場 來拖垮對手 好那個的 間諜手法 就是那個叫插握手法 都挺高妙的 當時吹捧 這個就是 綠肉 就是美食 就是 綠 純綠 養純綠 變成了投機市場的一個 熱門商品 另外就炒作 那個絲綠是時尚 就是 將這些絲綠炒到天價 當時 楚國就是 猛地 做這個 純綠的 這個 生意 而老國也是猛地 將他 自己的角力 放進去 絲綠製作 甚至是 買賣絲綠 炒到高價錢 另外就是 有一個國家 叫做恆山 專門生產兵器 管仲也都是 例如 利用了他 操縱行程 操縱 這個綠肉美食 和這個絲綠市場 這兩個 投機市場 賺了錢之後 就買了很多 生產在 這個 恆山 這個 這個 那些兵器 恆山那時候有 是集中了他的 生產在這個 兵器方面 又不做其他 糧食方面 他們不會理會怎樣做 因為有錢 但是錢 就不好意思 糧食 和其他的 軍費才是重要的 好了 等到差不多 這個 齊國 能夠存到 很多的錢 也都是慢慢 建立了他的 軍費 和糧食的儲備之後 突然間 就將 割韭菜 好像美國那樣 一下子 就離開 市場 那些投機市場 就倒閉了 但是那幾個國家 楚國、老國和恆山國 都沒有準備 就是防止他這一著 突然間 變了泡沫 最慘泡沫就是 他拿了些錢 就沒有用 因為當時那個糧食市場 和軍備 或者其他的民生 就已經被齊國壟斷了 這個大件事 逐一被齊國 割得夠在 於是在這個亂局的時候 真是令到 整個的春秋戰果 充滿了計謀 不知誰就學 這個中國的故事 首先是印中國做電動車 而現在 也學習這個管仲 那怎麼樣 例如這個梳南 這個大模型 就是印工資料大模型 就似乎就好像在行 雙管那個 管仲的那個雙 雙戰的那個邏輸 現在就猛地吹 梳南 這個叫做大模型 這個人工智能 是正的 全球主身概念 但這件事其實 都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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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你需要投入大量的半導體 心變 還有這個資金 如果真是 但問題現在 他好像都不是說 真的可以做到這麼神奇 只不過是影響到影視 和動畫之間的製作 但是如果你中國那時候 如果跟著他 去做競爭這個大模型的話 真的浪費了很多錢 去做這些 叫做大模型 或者是跟著他梳南 做了一些 很漂亮的動畫的 這個叫做民生城的 視頻的轉換 如果跟著他走的話 你就好像 是不是當年蘇聯 做了這個太空競賽計劃 就是說 美國 列吉 點他們 就說 我們做太空競賽 那麼 蘇聯經濟 已經是失焦 沒有了焦點 再做一個 太空計劃 就更加 虛耗他們的角力 結果經濟減 故事很相似 那麼你覺得 美國是不是又要 吸取中國的 故事的智慧 去設計 中國會代表的陷阱呢 這個 值得大家去思考 今天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